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梁求胜是个例外 对于一个足足被月为生的人而言 月亮已经成了它永远的一处恒星 梁求胜望着没有月亮天空 暗积的日子 9月8号 农历8月初一 还有十五天就是春秋节 团圆的日日 那时 每个或大或小 或丰盛或简朴的团圆宴像 都将郑中的摆放上一盘团圆月饼 而这月或许就出自于梁求胜症 所以这个时候 以梁求胜最忙的时刻 我们是做晚晚 很早起床 到夜晚一时 最起码是一、二点才回家 因为工厂的生产力 都是24小时 有开会 又会看市场 又要看产品的品质 特别有 某些突破事件的发生 在广东 中秋是云节 一样重要的传统节日 广式月饼 就是我国南方 特别是广东民间传统硬器饰品 其特质 皮儿薄松软 色泽金黄 造型美观 携带方便 是门中秋里 吃赏月 不缺赏品 中秋赏月 最盛是宋代 东京梦华路就曾记载 中秋夜 足跌台械 民间征战九楼晚月 明清以来 民间更重视中秋节 西湖游览至于 西朝乐视云 民间以月饼相宜 取团圆之意 智悉 人家有赏月之宴 苏迪之上 连妹大哥 吴亦白日 增周中秋夜 要进行树中修活动 树 一座树 即将灯彩高速起来之意 用竹指 砸成兔灯 杨桃灯 或正方形的灯 横挂在短杆中 再使其于高杆上 采光闪耀 广东其他区 还有中秋拜月的习俗 晚上 昊月出生 父女们便在院子里 阳台上设案 当空倒拜 银竹高燃 香烟缭绕 桌上摆满家国饼食 作为祭礼 旧日 光人以下阴阳谋生 漂海 路途遥远 几年难得返乡一次 所以 春秋写 吃一块小小的月饼 就成为游子 最大的失望 或许 正是中原客居他乡的 思乡之情 成就了广市月银 广市月饼 起源于1889年 当时广城西 有家欧苏 一跌入午后 屋里住着莲子羹 师父在一旁打个笑儿 谁想着这样 莲子羹熬干了 到了吧 是可惜 于是 师父顺手将包几桌点 谁知第二天 这种莲蓉馅糕点的首颖 这家高速馆 是今天的莲香楼 原名 莲香楼 宣统二年 按林学士陈太景 品尝该店鱼饼和家葬 绝莲馅子不洋 建议 改称 莲花的莲 莲香 并输了 莲香楼派 而今百多年过去了 主人换了茶又一整 而莲香楼老字号 尤在 我国月饼品种当多 其中以北京的京式月饼 周德苏式鱼 云了爹的月鱼 以广东的广式月饼 尤为著名 但其中 唯有王氏饼 色泽金黄 精油 高兴弯 图案精致 或许是这美丽人的表 造就了广式月饼 中时大工考试 他说我们 其实 光是月饼 最别于其他月饼 最终的是 皮儿薄 那么 他就薄何种能度 最美的我做月饼 是百分之十五的皮 百分之八十五的餡料 一六十克的餡料 皮子呢 是这个 一百五十克的餡料 放起来月饼加月饼呢 就一百八十七点克 是不是皮薄 很大呢 这里 结果的不是那些老不住的 广东历代欧尼亚师 随少家 双手开面皮的历史第一人 他开出来的面皮 保质器 比常人三肩 且面皮均匀 从甚有 光收门度三运 将光是月饼的精湛手艺 名颜四海 从等七百列中 我们不难看出 皮 这包的皮 真有那么多玄机吗 那个皮呢 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皮呢 当我们每一个地区 它的水呢 都有硬水 軟水 冬水 那么如果是硬水的话 你如果长五的 埋了个月饼 那个月饼会很硬 又不回油 又不灵 那你就调了 调了 调了个酸碱度了 就是等于一个厨值 酸碱度 那么你的酸 增加了一点 那么它的硬水就变軟水了 那么变成了个饼皮 就容易回油 容易熟透 所以当时 为什么会说 这个案子是重要的 一案子是能够用这个地区 我们应该用这个水 和以后 应该用这个配鞅 来配搭配这个勇气 搭配令到最后 那么就是一样 这样努力 鲁峰 最少家数千门中色剧代表的传统 都创一三成 馅儿七成 时光是月饼皮儿馅儿的特别 更鲜明 改额饼皮配比 十七色艳丽清黄 并对馅料精细坏凉 使唇细腻 口有余香 博宝殿 卢宝殿 中国首批糕点器师 首创第二次县阿诚 1988年 和全商业芭蕾饼饼金牌 我们在日行的规矩 有行规 日行呢 执头执尾做雜工 做得半 就加烧炉 烧炉做炉杂 你一点不相信 不听师傅说 师傅 就可以用那条烧棍 即是烧成几度 他会找烧炉棍 来拉你 又拨也会 快点慢点 你是以为他快 他肯定出快点 出快点 就能拉倒你 今仅105岁的汤元庆 致仍希德德 当年铺热闹营销的场面 有一年呢 有个客户问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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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來想去, 好像是鹹蛋 蛋黃的蓮蓉會否更好 燙出來的油和蓮蓉的油結合 結果蓮蓉還比沒有蛋黃的好吃 所以從此以後我們就開始 我奶奶在那裡開始做葉餅 就開始加了蛋黃 我奶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就在这样月色的照耀中 广式月饼记忆的发展 迎来了重要的变革 梁求胜 罗宝剑徒弟 梁式月饼 第五代传人 时从一代名师的梁求胜 不禁终于掌握了广式月饼的精湛记忆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 还倾心致力于研究广式月饼的机械化生产 但对于传统手工艺与机械化生产 师徒俩仍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见解 例如我们现在做这只饼 我们一天的产量是要做到一百万只 如果我手工一做 一万只要聘请几多个人 同时最关键一个就是我们机械化的标准 我们标准从几方面打一个外观 我以为机械化来说 个个模具吸出来的饼是一样的 如果是我们的传统做法 不同的师傅烤出来的饼是不同形状 还有控出来的饼的颜色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用机械化 只要一个就是解决了一个量 第二就是解决了一个标准的问题 就是有产品的外形 色香味都可以做到一个标准 以传统的方法 一个师傅就一个美 但作为老一辈大师的代表 罗宝剑却不这么认为 传统的手工月饼 它那个月饼的汗出来的皮 和那个皮的松化度 是比机械化要好的 那不是通透度 回油度 用手是比机好的 机永远追不到手的 始终机械化它都是用配方 来调整到达到想手工的目标 但是始终达不到手工的水准 9月17号 农历8月初十 还有五天 就是中秋节了 下午三点钟 广州酒家位于百富广场的卖点 人龙已经排到了路口 而这还不是最多的时候 广州酒家经理告诉我 到六点钟的时候 人能排到一里地之外的地铁口住 而位于地食谱的莲香楼一楼饼铺 已经俨然成了人声鼎沸的集贸市场 大街小巷 到处可见提着各式月饼的人们 如今 广市月饼 已经占据了全国月饼市场份额的80%以上 年销售额超过700亿 是什么 让广市月饼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还能依旧蓬勃发展 甚至比三十年前更为甚之呢 今天 在梁球胜所在的鞍场内 我们看到 从莲子的挑选 脱皮 熬煮 到蛋黄 饼皮的一系列加工 都拥有一套先进的生产体系 而这些充满创意的先进生产设备 竟然都是他们自己亲手研制的 现在 工人们只需要简单的培训 就可以马上上岗 再没有残酷的学徒生涯 也没有传统师傅等级和派别之分 源源不断的流水线 正在不断吞噬着传统的广市月饼技艺 这或许是罗宝剑们 老一辈月饼大师们的悲哀 但这 何尝又不是梁球圣们 新一代月饼大师们的骄傲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即使只是筑洞 加入这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松一口气 没有给太爷丢脸 我们整个的生产计划单的订单量是84个 当时生产这间他们是从17点中开始 一直生产到19点 这个生产就结束了 今天是安汽生产线全线开工的最后一天 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中秋 如果说月饼是广东人心头不可或缺的家乡性 那么中秋则在中华儿女心中 占据了太多的情感寄托 在今天中秋 这个古老的节目 则更像一次精神的回归 让平日忙碌的脚步变得缓慢起来 城市冷漠的表情变得温暖而亲切 晚上六点 这里将有一个大型的中秋灯会 大多数家庭将在这里度过一个难得轻松 惬意的中秋团聚之夜 灯会过后 很多人们将在今晚 吃上一餐比平日更丰盛的团聚晚餐 而月饼则是这桌丰盛的晚宴上最醒目的点缀 十二个小时后 我们在大洋彼岸看到了另一种风景的中秋 这里是旧金山 但充斥着最地道的广东腔调 最久违的广东明月 广东唱风 还有最原始的月饼叫卖 最深情的一面 今晚月亮好圆 过了今天 忙碌了三个月的梁求胜 终于可以稍作修整 然后等待着下一个中秋的到来 今晚月色好美 在生活节奏飞快的今天 谁还会停下脚步 抬头看一看月亮 在社会发展迅速的今天 谁又能说出魂牵梦绕的故乡 如今的模样 不变的 似乎只有中秋时浓浓的思念 还有那同样精美绝伦的 广市阅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